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我国乡干与两广的交界地带 处理着一条威夷绵延的山脉 将我国的南方分割为了江南与岭南 两个个具特色的自然地理单元 这就是南岭 不久前 科研人员在湖南省的永州市境内 发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卡斯特天坑 据当地人说 在这座天坑底部 栖息着一种能够发出五彩光芒的灵蛇 那么这种奇异生物的存在 与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永州市 位于湘 岳 贵三省区交界地带 这里自古便是令人神往的 销香雅境 近年来 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永州这片重山峻岭 以其独特的自然资源 吸引着越来越多专家学者 关注的目光 前不久 一支由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组成的 联合科考队来到了永州 对这里的生态环境和物种分布规律 展开科考 经过多天的系统考察 专家最终将科考重点 锁定在了这座人际罕至的天坑之中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艰难跋涉 一行人终于到达了天坑的核心区域 并发现了一处洞穴 不如其中 科考队发现 洞穴不仅空间结构非常复杂 而且幽暗深邃 在穿过一条支洞后 科考队面前出现了一间洞厅 空间开阔 各种洞穴沉积物汇聚一堂 高大的石柱直通洞顶 铺展的石蔓姿态曼妙 倒悬的石旗灵动招展 细小的石笋才刚露出尖尖一角 专家说 这些洞穴沉积物 都是数十万年的漫长时光中 流水与石灰岩共同创造出的杰作 在人际罕至的洞穴深处 很可能还存在着众多 令大家意想不到的自然奇观 就在这时 前方的队员通过对讲机 传来一条信息 蛇的长度虽然不足一米 但在手电光的照射下 它的鳞片竟然闪耀着 如梦似幻般的五色光芒 这条蛇究竟是什么物种 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绚丽的色彩呢 随同考察的杨道德教授 瞅准时机 一把将蛇控制在了手中 杨教授解释说 海南闪林蛇是一种无毒蛇 它自身并不会发光 之所以身上会呈现出鲜艳夺目的色泽 主要是因为鳞片比较特殊 当光线照射到鳞片时 由于反射作用 使鳞片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金属色泽 那么海南闪林蛇为何会选择栖在黑暗的洞穴深处呢 这里的生态环境又有怎样的特点 地质专家在对周围的环境进行考察后发现 洞穴的地面上沉积着一层很厚的粘土层 他推测正有可能是海南闪林蛇赖以生存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般来说 行情比较大的溶动 肚子比较纯的食肺炎 银子含量比较低 而在我们这里 有银子成本比较高的食肺炎 以及有一些银子含量很高的银肺炎 在这种现象的话 在其他游动 可能比较手劲 曾志方认为 这个洞穴拥有厚实的土层 恒定的温湿条件 再加上很少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这些都对蛇类的栖息繁衍提供了条件 可是洞穴深处几乎没有 可供海南陕林蛇捕食的蛙类或其他蛇类 它又是如何生存的呢 为了解开其中的疑问 科考队继续向洞中行进 不多时 一丝光亮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这点燃了专家的思维 曾志方说 这个深不见底的洞穴深处 有另外一个与外界连通的洞口 眼下洞外气温较高 栖息在山林中的蛇类 一般都会寻找阴暗潮湿的地方避暑纳凉 他推测 这只海南陕林蛇 并不是长期栖息在洞中 而只是进入洞中 躲避高温的 专家在查阅资料之后发现 目前野生海南陕林蛇的种群数量极少 属于宾威物种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蛇的数量稀少 再加之特殊的鳞片光泽 才在永州当地衍生出了 五色林蛇的传说 永州自古多蛇 当地更是流传着各种各样的 与蛇有关的歌谣或者传说 其中当地人最为惧怕的 还不是这种五色林蛇 而是一种被人们称作 永州一蛇的怪蛇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 在捕蛇者说中写道 永州之野产一蛇 黑质而白张 触草木尽死 他笔下的永州一蛇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蛇类呢 科考队在怎样的自然环境当中 才能够发现他们的身影呢 这时啊 向导为科考队推荐了一位奇人 据说此人通小蛇性 常年与上百条大蛇生活在一起 于是 一行人来到了这位奇人所在的岭上村 来到村口 科考队看到 村中的男女老少 正围坐在一座池塘旁 塘中 还有十多个小伙子 在细水抓鱼 场面十分欢快 向导说 这是当地人正在庆祝一年一度的喜泥节 老乡您这是在干嘛呀 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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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试一下吗 好啊 老乡介绍说 喜泥节是当地特有的节日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得知我们在寻找永州一蛇 当地人认为 喜泥节之后就进入了炎炎夏日 山中的爬虫蛇蟒 也开始变得更加活跃 这样的时节会大大增加 科考队寻找到所谓永州一蛇的概率 在体验过欢乐的喜泥节后 队员们见到了向导口中的奇人 龚师傅 当龚师傅掀开竹席的一刹那 科考队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上百条大蛇 这个场景着实让大家眼界大开 龚师傅说 由于在每年喜泥节的时候 蛇类最为活跃 所以他还有一项特殊的工作要做 跟随龚师傅 科考队来到了后院 随后龚师傅的行为顿时让大家绷紧了神经 只见他拿出了两条体态健硕的眼镜蛇 放在我们的面前 这两条眼镜蛇的长度都在一米五左右 昂首吐信 读出了颈部那极具代表性的花纹 当两条大蛇对视片刻之后 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他们以极快的速度摇在了一起 这样的场景 让围观的队员们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几个回合之后 龚师傅才把两条蛇彻底分开 龚师傅说 这是当地一种特殊的斗蛇风俗 每年喜泥节前后 村民都会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保持眼镜蛇的野性 不过 在永州地区最危险的蛇类 隐藏在附近的九夷山中 而巧合的是 他正准备前往九夷山 去进一步观察研究那里野生蛇类的生活状态 龚师傅所说的最危险的蛇类 会不会就是捕蛇者说中记载的永州一蛇呢 科靠队决定跟随龚师傅一同进山 在山中行进了一个多小时后 不知不觉间 科靠队进入了一片属海之中 竹林一眼望不到尽头 根根翠竹挺拔 片片竹也清脆欲滴 行进没多久 随同考察的江洪宇博士有了发现 这是九夷山这边特有的一种竹子 斑竹 这种斑竹是由一种竹子被菌氏感染而形成的 专家解释说 斑竹的形成对于环境要求十分苛刻 一般只有在20摄氏度左右的恒定温度 和80%左右的相对湿度的环境下才会生长 而这样的自然条件 恰恰也是蛇类理想的栖息环境 在山中寻找了不多时 附近的一阵鸟鸣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寻生望去 只见在不远处的草丛中 出现了几只惊慌失措的雏鸟 随即的一幕突发状况 让每一位队员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只见一条大蛇从草丛中扑了出来 狠狠地咬住了一只雏鸟 透过凌乱的杂草 队员们只能看到这条蛇 那粗壮的身体和奇特的菱形花纹 正在吃那个牙齿好 牙齿好长 它牙齿也在慢慢地向后移动了 把食物推到石道里面去 当蛇进食结束之后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杨道德教授 对它进行了近距离观察 而这条蛇似乎是察觉到了人类的存在 立即全身盘起 做出了攻击的姿态 当工师傅将大蛇的头部控制在手中后 大家才得以仔细观察这条蛇的样貌 只见其头部呈三角形 稳端向上翘起 血盆大口中 长着一对超过三厘米的毒牙 样貌十分猙獰 专家说 这种蛇名为尖吻腹 而大家更习惯于称呼它的另一个名字 五步蛇 这种蛇学名叫尖吻腹 为什么叫尖吻腹呢 它在前面的吻铃和壁尖铃是香香敲的 所以这是很特殊的一个特征 你看 出毒了 随后 可靠队一行继续在山中展开考察 半个多小时后 经验丰富的工师傅有了发现 蛇 哪边哪边 只见不远处 一条小蛇正在快速移动 透过杂草 大家发现 这条小蛇竟然长着黑白相间的奇蜜花纹 它会不会就是黑质而白张 剧毒无比的永州异蛇呢 这蛇花纹这么奇怪啊 这什么蛇啊 您能看出来吗 抓出来看看 这手太新 那我先抓住啊 您小心一点 那那那 工师傅的身手十分敏捷 很快便把这条蛇控制在了手中 从花纹上看 这条蛇确实与永州异蛇有些相似 没毒牙 无毒蛇 全是锯子型的 一样 在这条蛇的口腔中 大家并没有见到如同注射器一般的毒牙 这个发现让专家也感到十分意外 在对眼前这条蛇进行仔细观察之后 江洪宇博士发现了端倪 白链蛇是属于游戏科的那个链蛇属的 专家解释说 白链蛇是一种无毒蛇 并不是传说中剧毒无比的永州异蛇 但它却是一种十分珍惜的蛇类 科考队能在湖南九宜山发现如此健康的活体样本 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湖南地区白链蛇研究的空白 专家推测 在这座人际罕至的大山深处 很可能还潜伏着更加奇特的物种 在山中继续行进了大约三千米后 科考队进入了一条山谷之中 谷中植被繁茂流水潺潺 巨大的石块错乱堆叠在河道里 形成一片壮丽的石海 向导说 这里被当地人称为蛇谷 曾有村民在谷中被毒蛇所伤 大家沿着河道中的巨石一路向前搜索 生怕遗漏了任何可能的角落 这种地方一般有蛇吗 对对对 其实都可能 而且有可能会有毒蛇 他一般喜欢藏在什么样的地方 藏在石缝里面 在草藏里面 这时 在一条空间狭小的石缝中 科考队有了发现 哎呀 你看 这有蛋 这什么蛋呀 蛇蛋 小心点啊 因为这个蛇喜欢护卵 散了蛋的蛇特别凶 虽然这种蛇卵属于哪种蛇类 一时还很难判断 但专家推测 在这附近很可能存在着成年的大蛇 您看那个是不是啊 对对对 小心小心 果不其然 在不远的乱石堆中 出现了蛇的身影 小心点啊 好凶啊 小心小心 这远点 远点 小心小心 您别被咬啊 拿狗过来 给您 你不认识毒蛇啊 你远点啊 这话我们全是黑白方的 小心点别被他咬啊 只见眼前这条蛇 头部呈椭圆形 身上布满了黑白花纹 与刚刚看到的白链蛇 极无二致 可是一旁专家的神色 却非常凝重紧张 经过一番周旋之后 龚师傅终于把蛇头 控制在了手中 毒鸭 非常细 非常短 但是咬人的就非常毒 专家解释说 这条蛇的学名 叫做银环蛇 其花纹虽与白链蛇相似 但它属于眼镜蛇科的一种 巨毒蛇 即便它长度还不足一米 毒液却已非常致命 在九一山之中 还真的有这种 黑质而白张的巨毒蛇 这个发现极大的鼓舞了 克考队的士气 专家说 银环蛇的毒性十分猛烈 其毒液属于一种神经毒素 一旦被它咬伤之后 这个神经毒素 会立刻麻痹伤口 这就造成了有的伤者 不会有明显的疼痛感 有时候甚至都察觉不到 伤口的存在 因而很多被银环蛇 咬伤的受害者 都是因为延误了治疗时机 而毙命的 有人说 这银环蛇 那才是真正的做到了 杀人于无形 那这个银环蛇 是不是就是柳宗元笔下的 永州异蛇呢 专家分析说 虽然银环蛇是 克考对目前遇到的 与永州异蛇的描述 最为接近的蛇类 但是由于 银环蛇 它生性胆小 性情温和 基本的不会主动地攻击人类 而且呢 这种蛇更没法触草木 禁死 因此呢 银环蛇是否就是 传说中的永州异蛇 还有待于进一步地考察 在专家的带领下 一行人继续在山谷中展开寻找 大家先后发现了四条银环蛇的身影 随行的向导说 这条山谷是九宜山中毒蛇最为集中的区域 那么 这里为何会集中出现这么多毒蛇呢 专家在一处岩石碰面中 找到了一些常人无意察觉的线索 专家解释说 花岗岩的烘烤边 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地质标志 它的出现说明 这一区域曾经历过较为剧烈的地质运动 花岗岩岩体较为破碎 在受到外力作用时 破碎的岩体会沿着裂系不断崩塌 许多岩块相互堆积在一起 就形成了地貌学上的导石洞 而这些岩石洞中的空间 便是蛇类生存和捕猎的理想场所 专家说 关于永中易蛇的具体种类 科学界一直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 不过通过连续多日的考察 专家有了自己的分析判断 永中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夏季高温冬雨 再加上这里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和较高的森林覆盖率 为蛇类的生息繁衍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优良物土 柳宗元笔下黑质而白张的一蛇 与这一代分布数量最多的银环蛇 无论是在外观上 还是在习性的描述上都较为吻合 一蛇很可能就是以银环蛇作为原型 再加上艺术的合理想象 而创作出来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学意象 而此次科考 我们只是对永州蛇类种群 以及自然环境研究的开始 更多深层次研究 还有待与今后专家学者们 做出不懈的努力 对于捕蛇者说中的永州一蛇的调查 暂告一个段落 专家说呢 正如此次科考对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出发 去探究永州地区的生态资源一样 其实很多的自然地理发现 都是源于某些对历史文化线索的猜测与求证 而这也正是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之间的有机联系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